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加入老汤瓦雷机 我是老汤 俄罗斯媒体第一频道主持人安德烈娃 在新闻节目中宣布重大消息 俄军首度在战场上缴获一辆完整的美制M2A2布莱德雷战斗车 除此之外 车上还留有大量机枪弹和25公里机炮弹 在弹药室的位置上还写有乌克兰文 让炮手知道要如何把弹药装填入弹仓 俄罗斯工程部队指挥官表示 这辆布莱德雷战斗车 应该才被乌克兰第47旅结装不久 但是现在已经成为俄军非常有价值的战利品 第一频道用了五分钟的长度 将这则消息制播成专题报道 详细介绍俄军 为了把M2A2布莱德雷战斗车拖回到占领区 冒着和乌克兰部队正面接战的风险 耗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才算大功告成 报道指出 这辆战斗车是在阿富迪夫卡的战场上 被俄军炮火炸断履带的情况下 遭到乌克兰部队遗弃 不过车上的所有武器和动力系统并没有受损 换句话说 这辆布莱德雷战斗车除了失去行动力之外 基本上来讲是一件非常完整的装备 正因为如此俄军才会想尽办法一定要拿到这辆M2A2 所以在工程部队出动两辆牵引车的情况下 趁着黑夜和浓雾的掩护 执行这次脱掉任务 就在所有工作都准备就绪之后 乌克兰部队也发现了俄军的行动 两军更为此激烈交火 乌克兰甚至试图使用神风无人机 直接摧毁这辆战斗车 但是因为夜色和天后的关系并没有成功 虽然俄军最后还是把M2A2拖回到控制区内 不过车身装甲还是被猛烈的枪炮打穿了好几个弹孔 所幸这些都只是皮外箱 并没有贯穿装甲损坏车内的设备 被俄军缴获的M2A2不但还可以发动 而且从配置上来看 属于M2A2系列中的ODSSA型 也就是沙漠风暴行动态势感知系统 值得注意的是 这是布莱德雷战斗车系中款式最新的一个型号 尤其这类战斗车更增加了大量传感器和导航系统 还有第二代前世红外观测系统 目标自动追踪系统和旅集班组作战系统终端 属于美军现役装甲部队的标准配备 熟悉装甲战斗车的军事专家表示 俄罗斯之所以大张旗鼓的公布 完整缴获美制布莱德雷装甲战斗车的目的 除了有对内和对外宣传的用意之外 主要的用途还是在了解 他们从未接触过的这类型装备 尽管其中或多或少会被俄罗斯发现 美军的某些高端科技或是敏感工艺 但是俄军目前最感兴趣的部分 应该在于乌军究竟具不具备熟练操作 这型装甲战斗车先进装备的能力 毕竟美国承诺要提供乌克兰186辆 这款装甲战斗车 如果俄军能够更加了解M2A2的功能和特性的话 那么俄军在阿富迪夫卡的战役 就有可能变得比较好打 毕竟目前驻守在阿富迪夫卡的 乌克兰第47旅的主力装备 就是布莱德雷装甲战斗车 俄罗斯知名军事布洛克佩格夫发文表示 阿富迪夫卡的地位是莫斯科能不能稳定 盾内刺客和卢干斯克的重要关键 如果能把乌克兰守军逐出阿富迪夫卡之外 不但能扩大俄罗斯控制土地的面积 还能保护盾内刺客市区的安全 因为阿富迪夫卡的地理位置 就在盾内刺客的西北方约15公里处 乌克兰部队经常利用重炮火无人机 对盾内刺客民宅区发动攻击 不但造成房屋及财产的损失 军民们的生命安全同样受到威胁 为了摆脱乌军的洗扰 同时强化盾内刺客战略巩固的需求 佩格夫强调俄罗斯有必要拿下阿富迪夫卡 借此挫败乌克兰部队的士气 也为俄军在冬季战斗中取得一场振奋人心的胜利 即便占领阿富迪夫卡并不会对整个乌俄战争 带来颠覆性的转变 但是对于必须仰来欧美援助的乌克兰来说 却可能成为左右西方阵营 会不会继续援助的关键所在 毕竟欧盟和美国到目前为止 援助乌克兰的经费屡屡在国会卡关 泽伦斯基也不止一次放低姿态 甚至委派国防部长乌梅罗夫败回五角大厦 并向美国国防部长奥斯汀 就阻止俄罗斯的侵略展开双边会谈 乌梅罗夫希望美国能支持乌克兰 继续在争取国家主权完整的自由之战中 坚持到底 奥斯汀则表示 美方将会着手帮助乌克兰自行生产武器装备 并会邀及350位欧美与乌克兰国防工业与政府代表 共同商讨如何展开合作 以应对目前预算卡关的困境 经费援助的南提虽然令泽伦斯基烦心 不过由英国主导代训乌克兰部队的计划 却始终按部就班执行中 在英国的吉利邀请下 瑞典国防军也派出多名教官来到英国协助训练 在这个拟争的战斗训练场上 乌克兰官兵要在挂满牛肉的地板往下 匍匐前进 尽管这是一次勇气和体力的考验 但是英国和瑞典的国防部长都认为 在十个伙伴国的共同参与下 已经有超过三万名乌克兰官兵顺利完成训练 并且陆续回国加入抗敌行列 证明伙伴国会一直陪在乌克兰身边 除了把部队送到海外接受北约成员国的训练之外 待在国内的乌克兰坦克部队也要自力自强 虽然使用的是比较老式的 遏制T-64和T-72坦克 但是在还没获得西方先进装备之前 这就是乌克兰坦克部队的主要武器 坦克兵不但要在训练场上实际操作 也需要使用模拟器练习 强化不足之处 已经进入到第二个冬季的俄乌战争 如今受到以哈冲突的影响和国际局势的变化 以往备受高度关注的俄乌战争也随之减弱 如今又碰上欧美经费援助的不顺利 乌克兰的命运将会如何变化 是和谈还是继续坚持下去 这当中还存在着难以预估的变数 尽管美国强调会力挺到底 但是俄罗斯这边也放出风声 要泽伦斯基好好盘算盘算 以目前的情况来看 乌克兰有没有可能成为另一个被美国抛弃的越南 好了就到这里我们下次见